8月26日,在东京残奥会女子举重41公斤级比赛中,中国32岁的妈妈级选手霍玲玲,为中国代表团赢得本届残奥会的第6枚金牌。21岁才接触举重的她,冠军之路上有着怎样的故事。近日,郭玲玲以视频连麦的方式,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专访。 当天,郭玲玲成功举起108公斤,创造新的世界纪录,展获金牌。第一次参加残奥会,既赢的金牌,又创造世界纪录。郭玲玲非常高兴。巧合的是,比赛前一天是她32岁的农历生日,获得金牌是她许下的胜利愿望。 在2018年,雅加达残运会上,郭玲玲就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,赢得45公斤级冠军。此次参赛,她的目标也是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。 我就感觉是,以前那种世界杯啊,世界赛啊,亚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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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赛啊,那种赛场我全都照过了。这个是我站上去最有费的一场了。 然后就是这个郭玲玲,他对我来的意义是,又是不一样的。就是,相当于他把我所有的比赛,所有的成绩全都鼓起来了。 然而,这样一位屡次赢得高光时刻的运动员,也历经坎坷。郭玲玲是河北海南人,2010年,21岁的她开始接触举重。 训练期间,她组建了家庭,并于2014年成了一名妈妈。生完孩子四个月后,体重57.5公斤的她开始进行付诸训练。 我那时候就是,三、四个月的时间,我就瘦了16公斤。就是,我,我锻炼,就是,她那时候就天天让我早晨啊,晚上啊,就围绕着那个,就那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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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残联,就合不成残联嘛。 就是,走过好几圈。嗯,然后,早晨,早晨的饭和补饭,可能要,就和以前一样吃。 就是,晚饭的话,我就吃,就是,就是,吃一点,就吃点菜,吃肉啥也不吃。 然后,水的话,就是,呃,教练说,我,你咳了,就每一口,能像别人也那么大口,他和我。 除了正常的训练,郭玲玲还要在跑步机上加脸。 因为腿部方便,她必须扶着两次的扶手,才能站上跑步机。 时间长了,肩部会非常疼痛。 就是,肩时间受不了的话,我就,哪让我都拐,就站到那里边。 就是,嫁上去以后,就是,时间长了,就是那个,那个,隔织会磨得特别疼。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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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,这儿走这段时间的话,我就,我就,我就再把管放旁边。 然后,我就,我就,我就又开始扶着那个扶手走,反正就是,那么两个交替。 嗯,我就是,从刚开始的,五分钟,八分钟,十分钟,十分钟,十五分钟,二十分钟, 这么加到,有四十分钟,五十分钟,一个小时,我就这么坚持下来三四个月。 用她的话说,憋着一股劲,想要改变自己的现状。 她告诉记者,是举重让她觉得生活充满希望。 嗯,学这个之前,就是,就是比较自卑嘛,然后大学也没上场。 然后,我,我挣的第一笔钱,其实也是,就是,我参加比赛以后,就是,那个,我们,我们那个,市里给我的奖金,那个,就是,我感觉举重嘛,她让我,就是,找到了我的人生价值。 郭林令希望自己能保持出状态,继续突破自己,再拿个奥运冠军。 其实我的朋友圈,有个歌顶前面,叫,别随便找到,参加我就,陆陆的心爱里得。 我感觉,我这句话,就是,挺激励我的。 嗯。 因为一直在备战奥运,郭林令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到孩子了。 她告诉记者,等回国隔离结束后,她要第一时间回家陪孩子。 由于人生权报告 是,到吧,将来。 每次回 to,我都想 attention她的是那个人生权 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